為自己加薪 不是句口號 上班族與其被動盼望年終獎金 不如自己開拓財富累積的機會 改變永遠不嫌晚 要投資也要會投資 看懂資金邏輯 就是看見財富 歡迎收聽真投資 摩爾投過110年 儘管投過薪資第026號 歡迎收聽真投資 我是主持人Coco 歡迎所有聽眾朋友 一起跟著崑禎賺錢會成真 趕快為大家邀請到 摩爾投過鍾鍾崑禎老師 老師好 Coco好 盡重陪我玩 老師今天月線算是站穩了 而且指數也攻上了半年線 而且今天的MCU族群 是話題討論的焦點 因為老師你上週就已經先講到MCU了 講完之後本週竟然開始大漲 對 其實就像我在上週不斷提過 其實大家看這樣子整體的行情 可以知道說 從1月1號那一直到近期 那大方向都是符合我們的規劃 沒錯 因為大家可以去發現到 第一次的利率會在1月27號 對 那1月27號過後其實指數是大漲 700到800一點 那這一次也不例外 對 這一次利率會它在2月17號 那公布嘛 對 那公布完之後 那指數也是一直到今天都還在大漲 對 所以其實你說在今天的操作 你說它難 那是比去年還要難沒有錯 但是你說它簡單 其實它是有邏輯性 對 那其實在本週 整體行情就符合我們上週所說 所謂的大行情 它的資金會開始擴散 對 所以只要說 你要去判斷說這段行情 它是不是好操作 獲利空間大不大 就去判斷說資金會不會擴散 是的 那大家去看 像上週五 那我們提到4919的新唐 是 就當時上週五送給大家的嘛 沒錯 就是MCU的黑馬股 有來電的投資朋友 通通到今天都賺到 都賺錢了 這獲利至少是兩成以上 對 那其實 大家看新唐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會說資金擴散 它就是大行情 今天新唐漲上來之後 它連帶擴散到包含盛群 盛群 包含九旗 是 那包含像是生權 那還有像是松翰這也是 對 那其中最看好的 那就是近期不斷在強調 在整個MCU族群裡面 最看好的就是新唐 那松翰跟生權 那生權今天也是漲停板 對 那新唐今天是續漲9% 那松翰它是 大約是漲了3點多% 所以其實這樣子的行情 大家就會發現到 目前的行情 它真的是 實戰上的大行情 對 就像是 從上週就有不斷強調 很多人會去討論說 目前的行情啦 到底是說好還是壞 對啊 對 那甚至有些人會說 是不是指數大漲 這就叫大行情 對 那你說 如果指數大漲 它就叫大行情 那為什麼大家都討厭 所謂的垃圾盤 對 所以就變成說 一定要說資金會擴散 只要說資金會擴散 它的空間會很大 因為一起漲 對 應該說 資金會擴散 我們可以在相同族群 相同利多裡面 那找到接下來會漲的股票 所以其實 從 這次聯準會公佈利率 獲益結果過後 我們幾乎是 每個禮拜 甚至說每隔兩到三天 就會有一檔 全新的標股出現 是的 對 因為 包含像是4919的新唐 上週講過 那還有像是 昨天是不是有提到一檔 綠色製成黑馬股 有 綠色製成黑馬股 昨天 有來電索取說 綠色製成黑馬股的投資朋友 今天全部都大賺了 7% 對那這一檔就是6667的信鴻科 信鴻科 對那 為什麼會跳出信鴻科 等一下我們再慢慢來講 好的 對那其實 在整個行情裡面 那就像我講的 其實你去看新唐 新唐在本週漲勢非常強 大約是兩成左右 對那 新唐它在今天是正式來到了175元 到了說歷史的高點 對但是 新唐其實它的利多從來沒變過 對MCU這個東西 它的缺貨它的供需缺口還蠻大的 那需求也很旺盛 這個東西從來沒變過 那你說 為什麼 它在本週有辦法到立直高點 這個就是關鍵 為什麼都是 就挑這一週 為什麼 這就是我在上週所強調的 應該說在昨天所強調的 操作順序很重要 是的 對你說 新唐在 它在150元以下 那橫盤了將近四到五個月 對那 它上不去就是上不去 那偏偏我們上週講到新唐 講到MCU族群 在本週 它就幾乎創下歷史新高 對啊 對所以 其實這個東西它就是扯到資金的使用效率 你說你在半年前買新唐會不會賺 會賺 會賺 他也說不會 對但是 它的資金就是卡在那邊 卡了半年 就像是你去買台積電 我們在前年買台積電 放到今年的一月份會不會賺 會賺錢 會賺 對因為 它經過了一年 那開始往上攻嘛 不會馬上賺 對那這個時間是長來一年 那我會覺得說 既然你是要來股票市場 資本市場 我們要做的就不是這樣子的投資 是的 對這樣你倒不如去買基金買ETF 所以其實 在股票市場很重要一點 我們要去活化自己的資金 所以為什麼會說順序很重要 關鍵就在這裡 老師我懂了 這有點像是 老師剛剛講的資金邏輯 跟資金聚集的地方 就好像是他這個禮拜 就來到了MCU 所以才會說順序很重要 所以下個禮拜 說不定資金又往別的地方跑了 對就是這樣子的邏輯 那尤其是說 當資金轉到MCU之後 那他會在MCU開始擴散 那新唐漲上來之後 如果就像昨天講的嘛 第一批會員先買新唐 那第二批會員進來 我們不可能再去帶他買新唐 是 對那我們就可以說 第一批買新唐 那資金開始擴散 第二批可以買生權 可以買松漢 對這樣一連串的下去 對 那其實 這也是說 為什麼我會不斷強調說 整個MCU 整個資金擴散的效益 非常的重要 就是因為說 要看懂盤面上的現象 那才有辦法去知道說 這個時間點 我們該買什麼樣的股票 對就等於是說 像是在昨天跟前陣子 那我們是不是一直強調說 資金邏輯裡面很重要的一環 對 那就是說 基有股上百檔 那我們現在該買哪一檔 這是重點 對所以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為什麼有時候我會提到 所謂的盤面現象 每天2500 一條三千一流資金 現在在想什麼 對啊 其實他 我講這個東西最大的目的 並不是說 他可以挑選出基有股還是怎麼樣 而是會讓你知道 目前盤面資金在想什麼 那你也會知道 基有股上百檔 現在該買哪一檔 那最近的平均的量 都好像是沒有那麼的大 這算是正常現象 對可能說很多投資人會 有這樣子的疑問 說 為什麼量 稍微有在說 上不去 對那因為說聯準會升息 台灣央行也升息 對那兩股資金外 成交量下滑 算是正常現象 對所以 不用去擔心這一塊 對那 以整個MCU族群來講 那就像是 因為說 他一旦說資金過來 那他就會開始在 整個族群中去擴散 所以 新唐先漲 那漲完 因為說整個族群 基起最低的就是新唐 對那 當時為什麼會挑選到MCU族群 因為說 在本週一有講過嘛 因為資金他開始在 向後去找題材 嗯 對因為包含像是 為什麼會說向後找題材 因為已經疲弱很久了 平蓋股 他開始有買盤進場 是 包含像是 GIS 包含像台郡 包含像真鼎 這些都是 那當然不是說要 帶你去買平蓋股 而是說從這樣子的現象 那我們可以找到 MCU這樣子的股票 對所以 那當然除了說 新唐的大漲 升權的大漲 那松漢的大漲之外 台積電設備 他也算是 一塊非常重要的 的資金區域 因為台積電設備 他整體的資金流向 也是完全符合我們這樣子的預期 所以說 為什麼會說 資金會擴散就代表 這是一個很好的行情 對 因為像是台積電設備 台積電設備 今天也有利多消息 是什麼 他利多消息是說 國際半導體協會 那他 有正式做出一份預估報告 那就是說在今年 整個半導體的出貨量 預計會向上成長大約是兩成 那重點是 他裡面有寫到 是前段的設備 那也是符合我們一直在強調 其實如果要去挑選設備廠 就要從前段開始去買 前段耗材嘛 對 前段耗材 那就包含像是 前陣子提過的1560的中砂 對 那中砂前陣子漲上來之後 今天在亮燈漲停 對 那今天在一根漲停板 那當時就有講過嘛 就是說 中砂沒有買到的話 那我們可以依照這樣子的資金流向 那下去選出 接下來會上漲的股票 所以當時中 對 就是翔敏 因為說中砂它是屬於前段的耗材 對 對 那前段耗材 它就可以直接聯想到說 比較偏向前段耗材的加工 就是8091的翔敏 對 所以翔敏今天也是 繼續在過高 對 那這就是一個順序 因為就像我講的 我們在股票市場只有同一套資金 是啊 對 那同一套資金 我們一定是說買完這一檔 再去買下一檔 對 那就像是中砂 中砂漲完 那我們可以直接再去找到翔敏 對 那翔敏漲完 那就像上週預告的 翔敏它是屬於前段的設備 代表說資金它目前是在前段這一塊在擴散 那既然是前段的話 在台廠中 極少數的前段經驗代工 3413的金鼎 它也會跟著往上漲 所以金鼎在本週漲勢也是不錯 對 那昨天還有提到一個重點 金鼎開始上漲之後 資金會去哪裡 綠色 對 它就是會去綠色製造 那當然說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要對 整個產業有足夠的研究 才會知道嘛 有 聽聽老師講的 僅僅它是屬於綠色製造 綠色製 應該說它是屬於綠色的自動化設備 對 那既然是這樣資金 它就會開始慢慢轉往說 綠色製成這一塊 所以昨天那才會提到說 6667的信鴻科 對 綠色製成的黑馬股 對 那今天6667的信鴻科 馬上就大漲7% 是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到 剛剛所提到的這些股票 包含金鼎 包含中砂 包含祥明 包含信鴻科 這些通通都是基歐股 但是先買哪一檔 它的順序差很多 對 對 你說 好 如果我先從 我先從6667的信鴻科開始買 那我就會錯過中砂前一段的漲幅 所以我們一定是說 好 資金到哪裡 那我們就跟著下去哪裡賺 對 那只要說 看懂這樣子的資金流向 你會知道這麼多基歐股裡面 資金現在該賣哪一檔 那也會知道 這樣子的資金擴散效應 接下來會輪到哪一檔上漲 對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 很完整的邏輯 就像是 在前一週講過第三代半導體 第三代半導體 那從漢壘那漲到佳金 那佳金再帶出蓬城 對 那包含像是 看出資金他再往 向後去找題材 那新唐 松漢 盛巡 那我們也都可以賺到 那包含台積電設備也是一樣 中砂先掌 祥明 金頂 信鴻科 其實這樣一連串下來 你會發現到 我們根本就不用去 就是說 去鎖定特定的股票 或是說特定的基歐股 我們就是這樣跟著資金走 跟著資金去賺 其實每週甚至說 航行好的話 兩到三天都會有新的標股出現 是 對 那來說 最新的標股在哪裡 那我給個小提示 就是說 目前它還是算是一個利多空窗期 是的 台股算是利多空窗期 那利多空窗期 要嘛資金就是向後去找題材 對 那要嘛 它就是要有法說會釋出利多 法說會釋出利多 對 因為說沒有題材 那如果說法說會釋出一個新的利多 那資金就會開始轉往這檔股票 本週有法說會的嗎 應該說下週 因為說如果要去賺法說會的利多的話 那我們就是要在法說會之前去佈局 是 對 所以這一檔全新的標股 它有像同心店 6271的同心店 它昨天召開法說會 法說會釋出大利多 CIS這一塊 那今天馬上大檔7% 對 那 我們要佈局的這一檔新標股 它的概念就像是同心店 我們提前去佈局 等待下週的法說會 它的法說會就在下週一 對 所以 明天跟後天 它是一個最好的買點 那我們買好之後 下週一法說會過後 下週二 下週三 就有機會開始噴出 這是一檔轉機股 那就不到五天的時間內就可以賺錢了 對 所以這一檔 就是我們明後天佈局的重點 耶 太好了 謝謝老師 各位聽眾朋友 聽到了沒 我們從今天 今天已經來不及了 因為已經結束開盤 收盤了嘛 對不對 那剩下禮拜四跟禮拜五的時間 就可以來佈局 下週一即將要法說會的這一檔 全新標股 想要了解更多資訊呢 待會廣告時間趕緊來電來諮詢囉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進廣告囉 有機金廣米 新上市 好無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府裡 我們氣作了一片23年來 都栽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秀菇軟稀上游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勵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廣米 有機白米 糙米 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第二隻金虎剛開始發動 兩週的財富增長機會來了 馬上加入老師的LINE AT 小老鼠WE178 小老鼠WE178 市場上80%的資金 都聚焦在30%的機會內 老師掌握資金動向 讓你的股票一檔接著一檔 獲利滿滿 中困針分析師 帶你抓緊台股趨勢動向 掌握資金邏輯 快來電 0800 66 80 85 0800 66 80 85 歡迎所有聽眾的朋友 回到真投資的節目現場 老師啊 剛剛就有人在問呢 到底這檔全新的標股 小資族也可以獲得嗎 可以 這檔股票它的股價其實不高 而且成交量也夠大 那這檔股票它有一個特色 它連續7年虧損 7年虧損 那還要進場嗎 對 大家乍聽之下會覺得說 7年虧損為什麼它有值得進場空間 就是因為它7年虧損 所以才有進場的空間在 因為代表說 它這一下它本身的 因為這檔股票 那我們是要帶我們的成員下去做操作 我先不透露太多利多 那總之它主要的產品線 距離目前的新產品已經有一點過時了 對 我舉個例子 這個東西就感覺像是說 目前我們還在拿 智障型手機 大概是這樣子的程度 那也太過時了吧 對 所以才會導致說 它們家的營收是連續7年虧損 但是 要轉型了 對 要轉型了 它開始切入一個新的產品線 那這個產品線是有助於 讓它的股價跟獲利 那出現一個非常強的轉型 好想知道到底是什麼產品線 對 那這檔我把它稱為小聯發科 小聯發科 那之所以會說它是小聯發科 是因為說它的產品線跟聯發科 有一點點像 但是它的股價只有聯發科的 大概是十分之一不到 對 所以 這檔股票如果它在下週的法說 會釋出利多的話 它的漲勢會非常強 比它的大哥還強 一定會比它大哥還強 因為它大哥沒有想像空間 但是這一檔它是有想像空間 哇 小發哥有想像空間 對 這個東西就有點像是說 去年的漢磊 去年的漢磊它還在虧損狀態 但是它在去年 因為漢磊3707的漢磊 它在2020年它是虧損嘛 2021才正是猶虧轉盈 是的 那漢磊它在去年 是從大約是3 40元 一路漲到了 100多還是200元 我有點忘了 反正就是說 漲了將近是100倍左右 漲了10倍左右 那之所以會這樣漲 就是因為說 漢磊它是猶虧轉盈 所以代表說它的想像空間 非常非常大 因為其實所有的轉機股 它的本益比都會被調整 它的股價自然也可以 衝得非常非常的高 對所以這檔股票就是 我們全新的標股 小聯發科 所以要跟上這檔股票 跟上全新的標股 一定要把握機會趕快來電 因為只剩下兩天的時間 下個禮拜一 就要法碩會了 對所以其實 經過這樣子的行情 大家可以發現到 就像我講的 其實只要說 資金有在流動 資金它有邏輯性 我們根本就不用擔心 找不到標股 每天都會有新標股 跟著邏輯走 對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那我覺得說 操作上最麻煩 應該說 我最不喜歡遇到的狀況 就是說資金沒有邏輯性 那資金沒有邏輯性 它會變成說 好散熱族群強一檔 那高速傳輸強一檔 那等於是說 好強勢族群裡面有弱勢股 弱勢族群裡面又有強勢股 它的利多跟漲勢非常的分散 這樣子的盤式 對我來講是最難操作的 很難操作 對等於是說你找完一檔之後 下一檔在哪裡不知道 我們要重新花時間去尋找 就跟講話的人沒有邏輯 跟他講話也很難過一樣 對 會非常的累 對那我覺得說 像Coco就很有邏輯性 謝謝老師 那聽起來就非常的舒服 是謝謝老師 那當然說做股票也是一樣 當然整個資金有邏輯性 那我們操作起來就會非常的順暢 那也像是在上週所提過的 其實這樣子的行情 在今年可遇不可求 畢竟說在今年是升息年 那升息年你說 要出現幾次這樣子 這麼好操作 這麼好轉的行情 說真的 我認為說不會超過十次 對因為說 聯準會可能在五月份 又會再升息一馬 甚至兩馬都說不定 那如果這個升息下去 會漲的股票 又會再更少 又更少 對所以我覺得說 今年其實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行情來 我們就盡量去把獲利擴大 對 行情什麼時候結束先不用管 反正當下行情來 我們就盡全力去賺 對那也是因為說 資金有邏輯性 所以 當一項族群在漲 那一檔股票開始起漲 我們可以很直接的運用 這樣子的邏輯 然後去找到下一檔股票 其實這個感覺就像是說 像是台北 好我們從台北搭車南下 接下來會去哪裡 南下 新竹 對 這個就是一個資金的邏輯 那它有這樣的邏輯性 我們可以說 好當火車來到了台北 那我們可以先去新竹去卡位 或是先去桃園去卡位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就像是說新竹 新竹在上週講完 本週大漲的將近是兩成 對那 我們就可以用這樣的邏輯 那下去尋找到像是申犬 或是像是松翰 那今天也都是大漲 那甚至像台積電設備也是一樣 台積電設備 我們在前一週先講中砂 對那中砂在大盤指紋的第一天上週 那率先漲出一根漲停板 對那接著就是 翔銘 對接著就輪到翔銘 那翔銘漲完之後 那我們再以相同的資金邏輯 那下去找到3413的金頂 對那金頂漲上來之後 昨天嘛 昨天又特別預告 綠色製成的黑馬股 6667的信仰科 今天也跟著漲上來 所以其實這就是所謂的 資金的邏輯 一旦有了邏輯性 操作起來會很順暢 那這也是我不斷強調實戰上的大行情 對我們賺完一檔股票 我們可以在 完全零接縫的情況之下 再把資金轉移到下一檔股票身上 對所以 其實這個東西是無關基本面的 剛剛所提到的新唐 松漢 升權 那或是台積電設備的金頂 金頂啦 或是像是中沙 鄉民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基歐股 只是它的起漲順序不一樣 是籌碼面嗎 應該說資金面 資金面 因為今年的資金比去年減少 所以各股會輪漲的方式去輪動 對所以 也是因為輪漲 所以我們可以很直接的找到 接下來會上漲的股票 對所以 還是要把握這樣的機會 那今年這樣子的行情說真的 不會有出現太多次 所以既然來了就好好把握 那最新的標股 小聯發科 在明天後天 我們會開始 在我們的成員去進場 那想跟上這樣子的 最新一檔的標股 就直接來電 或私訊我們的兩大平台 太好了 每一周呢都有全新的標股 可以讓我們去佈局 所以呢讓我們一起跟著行情 一起賺行情 所以待會廣告時間呢 趕緊私訊老師Light 或者是波打諮詢專線 因為呢 這一季就是我們 最好賺錢的氣泡點 跟著老師先卡位 賺波段賺行情 加薪就靠你自己囉 我們的股票 快點會一檔界長賺著不停 我們明天見 掰掰 進廣告囉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第二隻金虎剛開始發動 兩周的財富增長機會來了 馬上加入老師的Light at 小老鼠WE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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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上80%的資金 都聚焦在30%的機會內 老師掌握資金動向 讓你的股票一檔接著一檔 火力滿滿 中困針分析師 帶你抓緊台股趨勢動向 掌握資金邏輯 快來電 08006680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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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